我们中逼啊 我们不敢那个 什么的钱 顾严我们俩自己干 给他把累的 当时累的心脏病 躺在那个尺岗的上 两个多小时都不能动他 这你爸妈不抛弃不放弃这一点 不是一般的坚持 也不是一般的父爱和母爱 真的太伟大 所以我一定得好好孝顺父母 好 来跟我们说说 这一切到什么时候 出现了转机 奇迹出现了呢 在家人的这样的呵护下 我又坚持了几年 然后到2008年的时候 春节 我病情开始加重 又接到了病危通知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在想 趁着我现在意识还清晰 我就觉得 如果说我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还能做点什么 我觉得人总不能就是这样来了 然后就这样走了 什么都没有留下 然后也什么都没有带走 所以我就给 当时咱们央视的星光大道 写了一封信 我说我是一个晚期的癌症女孩 我想站在你们那个舞台上唱一首歌 并且鼓励和我一样 现在在病痛中 在困难当中的人们 希望他们能够笑着去面对 现在的困难和生活 然后还有就是 希望能够他们帮我联系一家医院 进行遗体捐献 因为我生过这样一场病 我知道这场病 剥夺了我多少的快乐 自由选择 能够让一个人活下来 或者是让他重建光明 那么他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 sometime 如果紫匙工作 请继续 咱们多 deixar 2020年 傻子 吧 我们 全